五百塊 整個都穿土了 放眼望去還真的是 滿坑滿谷的泥土 但這裡可是增圍水庫 全台大缺水 這裡也見底 水庫變成土庫 用打褲褲 打屁屁都已經乾旱 上面幾乎可以連走過去了 水庫都變土庫了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嚴重 那就是靠在這裡 現在已經 配到完全沒了 只要三四遙關 乾旱的情況有夠誇張 原本停靠船隻的地方 完全乾掉 水庫變成大空地 底部乾到均裂 水位降了12米 整整插了四層樓高 原本居民往來方便的交通船 也早就停開 只能搭車繞山路 真的是千里迢迢 坐我們高中20分 像現在這樣 坐車開這個山路 就是要最基本要有1點鐘 水庫見底乾得可憐 缺水影響的還有山下一大堆 靠水庫營業的觀光業者 週末假日來到餐廳 竟然是空蕩蕩 周末你看 這個一個沽水池的時候 也都不足夠了 以往假日就湧入觀光人潮 如今水庫沒水可看 沒船可搭 遊客匆匆看一眼就走 大缺水讓水庫變土庫 吸引遊客的指數 也隨著水位變少降到零 記者侯國文家一報導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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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